那我們今天呢,又出現在CTH呢 要幹嘛呢? 我們先放一下前傾提要 超抖 超抖 我現在全油門喔 OK 讓傳動休息一下 不然他應該會很慘 聞到味道,超臭 這個臭味 外傳動,DGR 反正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好幾次了 好,讓你休息一下 中的冒煙 我今天就是皮嘛 然後騎S妹跑去蓬萊林到晚 騎上去之後,我的傳動就冒煙了 我們今天又要來拆傳動了 看看到底是哪裡該換 哪裡不用換 其實我蠻擔心皮帶子啦 因為碗工上一次拆的時候就小燒了 那換掉是理所當然的嘛 我比較擔心是皮帶還是其他部分有壞掉的話 問題比較大啦 我剛才騎的時候啊 他起步的時候沒有抖 可是他在銜接中尾速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在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速度一直上不去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我剛才騎來的路上 我一直覺得我聞到臭味大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猜著才知道 哈哈哈哈 可是我今天早上玩的痕跡啊 都是土 究竟是什麼顏色的呢 怎麼看啊 彩泰了 嘿嘿嘿 洗涤彩泰煙灰缸一枚 不燙不燙 很燙啊 很燙啊 區間側速當成這樣 我們才開始往那些地方跑 那地方沒有側速照相 也沒有紅綠燈 結果你說買台CiPhone就不要了 我那天去跨300太高了啊 踩不到欸 踩不到就裝真高鞋啊 超高欸 我後來想一想 就要買了 ADV350一樣在那邊會燒掉 傳動系統真的要電條車啦 看人家騎 MAX都上得去 哇 藍藍燈 很藍 超藍 讓它吹一下吧 看起來皮帶應該還好 這是第三次換碗工啊 哈哈哈哈 歡迎各大傳動廠商業配 歡迎各大傳動廠商業配 到目前都還沒有傳動廠商業配 哈哈哈哈 最好是有那個馬力機的 我們才可以拍出那個效果在哪裡 那個 XMAX或XMAX傳動廠商 喔XX 哈哈哈哈 去了 連第二期都去了 還好了 還可以 還明顯可以用 只要超會搭了 冒煙了 超藍 是真的超會搭 還敢玩啊 還會繼續玩啊 我們已經在討論 再來要去下一個地方了 把它最後的價值都炸出來 湯喔 湯喔 冰湯 吹一下 先吹先吹 吹一吹 唉唷 我們有騎很快 上次跟他們去露營環島 哈哈 我追不到蜂蜜卡欸 蜂蜜卡都追不到 換車啦 追不到你知道嗎 晚上八點在北橫後段給我騎90 這怎麼追 我怎麼追 我真的追不到 他們還在討論說蜂蜜卡的請教太小 對啊 會不會好像就很小 哈哈 我追不到 因為我實在是沒有料了 沒關係啊 再燒就先跟你講嘛 對不對 給你叫 對不對 先拿 能用的先用 目前就看他店裡有什麼 我們就裝什麼好不好 有東西就先裝 然後我之前的 還有 他的二手碗工 至少比我的燒菜碗工還優點 呵呵呵 你要拿 救急事樣出來 黑的就對了 我上一個是這樣子 對我上一個去武嶺 就是變這樣 為什麼我的才這樣 然後我的離合器就變那樣 是一直在打滑 對啊 是 我打滑一些 喔 這是日積月的 這是一瞬間的事 哇 這顏色真的 差超多的 幾號老闆裝哪一個 呵呵呵呵 我之前就一個這個啊 財太碗工 財太碗工 不用錢 對啊 那我貴 自然生產 呵呵 然後你要拖大胎 對啊 為什麼不去 對啊 就拖大胎 燒更快啊 這個誰不能換個大胎啊 你啊 有我在想這一條換我 我就真的想要換巧克力胎了 要不就換個 HONDA原廠巧克力胎吧 買車就送巧克力胎 就是買一台車他送巧克力胎 我就跟你講CIF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我今天去蓬萊町道的時候啊 我上不去的那一段 不用走的嘛 我就看到地面上 有很多顆螺絲或螺帽 或者是鏡子的碎片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一段有多麼的慘烈了 傳統系統整組檢查過後 確認就是只有碗工跟離合器 需要做更換 那其他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前往蓬萊町道 傳統會掛掉了 其中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那邊的坡路變化實在是太大 就是就算不要到越野的路面 它的水泥平面道路 我油門全開的狀態下 動力還是沒辦法傳遞 後面的離合器還是一直在打滑狀態 這就是CPT車種的硬傷 特別是車種越重的速可達 越容易發生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我最近慢慢的有開始在看擋車了 傳統更換完上路測試 確認沒問題之後 今天的小廢片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蘇克打完工會燒掉的原因有很多種 以我今天的狀況是因為 長時間的爬坡 動力沒有辦法有效的傳輸 離合器提片和完工長時間打滑 導致溫度上升 還有另外一種狀況是 在上坡上面一直走走停停 因為你的離合器和完工會一直處在半結合的狀態 那一直摩擦的話 它溫度也會上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大家去武嶺 不是上面那個停車場 大家都卡在斜坡上面排隊嗎 那你排著排著 因為你的傳動系統沒辦法有效的進風 再加上它不斷的摩擦 完工非常容易在這個地方就燒掉了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你沒有定期的把傳動系統拆開來清潔保養 因為傳動系統它酒裡面是會產生一些粉塵、髒污 這些東西有可能會造成你的碗工跟離合器打滑 長期的累積下來也會讓你的碗工燒掉 以S妹來說 原廠是2萬公里更換皮帶 但是我在1萬公里的時候 通常都會把傳動拆下來檢查整理過一次 可以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也能順便檢查一下你的傳動系統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在檢查的過程中 發現曲軸的油封漏油 然後順便做更換 如果遇到剛才提到的那些狀況 然後慢慢的有聞到一個淡淡的草灰打鼻的時候 就代表有可能你的傳動系統已經開始在燒了 那這種時候就建議你先停下來 讓你的傳動系統降溫 休息一下再騎會比較好 碗工燒掉後最常見的症狀 在怠速起步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你的車非常的抖 因為你的碗工沒辦法跟離合器提片結合 就會一直叉叉叉叉叉 特別是低速的時候 還有另外的狀況就是 因為你的離合器跟碗工的摩擦力已經不好 所以有可能造成在你的中高尾速延伸的時候 動力傳遞會損耗 其實也不用特別害怕說碗工燒掉這件事情 傳動系統跟機油輪胎煞車一樣都是消耗品 碗工燒掉不換 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漆程安全因素 但是如果是皮帶里程道了沒有更換 斷掉有可能造成你的整個傳動系統卡死 那你的車輛緊急停止的狀態下 就有可能在路上發生危險 有一些觀眾說好像很久沒有看到改裝影片 可以預告一下12月應該會有一支改裝影片 那這個東西呢是裝在X-Mate上面 CTH亂裝工坊 他們有開發一款X-Mate專用的產品 那個東西從我有看到食品測試到現在 也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現在也最終訂案在12月會開始接訂單發售 到時候呢我也會把這個東西裝在X-Mate身上 如果是X-Mate車主那你有打算要改霧燈 或者是改方向燈的觀眾呢 你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的影片就這樣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